來我們看一下單演出的地方很重要 考試算是必考的 就是排列 排列組合這邊 那我們先介紹的是排列的部分這邊 那在排列之前的話 我們先介紹一個東西好不好 我們大概先講一下觀念跟一些符號 因為這個符號有些東西還沒講到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我問你一個問題 簡單一點好了好不好 請問你 如果這個有三個空格 然後呢我問你有沒有分別把一二三 這三個數字擺進去裡面 請問你總共有幾種可能 總共有幾種可能 好 第一個空格有一共有幾種 三個嘛 選一選二或選三嘛對不對 好選完之後的下一個呢 有幾種可能 二或三幾種各有再選二 最後一個的話呢 是不是一 所以總共有幾種 答案是三乘二乘一對不對 就總共有幾種 六種 這個應該會啦齁 除此之外 我還有多學一樣東西就是 這裡的三乘二乘一 我們的新的符號 就是三 然後這個應該精湯號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這樣代表就是三乘二乘一的意思 那我怎麼唸 我們唸的是三階 階子是這個階層的階 會啦齁 所以請問你什麼叫做六階 就是六乘以五乘以四乘以三乘以二乘以一 就是六乘以五乘以四乘以三乘以二乘以一 零階呢 就是一 零階是一 零階是一 就是什麼都沒有內乘 算是一種 這樣子 會啦齁 這幾個呢 常常用到底把劑下來齁 齁 從零階到五階 常用到底把劑下來 OK 好 那為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開始看了 我們接下來是 兩種排列的方式 一種就是 完全相依附的直線排列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是 相同的物體的直線排列 好 那 我們先看一個這樣 完全相依附 就在講舉個例子 一二三就是完全相依附 然後去做排列 好 第一個這邊 其實這邊寫沒有什麼 很OK 就這邊來 好 好 第一個我們介紹的是 如果我們把N的東西排成一列 它的排列數字呢 直接起來去就是N階 直接就是N階 可是呢 看另外一個喔 我們說如果是從N格裡面 學M格的話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有1號到9號 我要任選三個 擺進來這三個空格裡面 那怎麼辦 我覺得 我們先講答案好了 答案是應該這樣子啦 來 第一個是不是9個號碼 第二個的話 是8個 第三個呢 7個 這單是9×8×7 聽懂嗎 然後呢 我們給一個新的符號 接下來新的符號叫pN取言 就是N個東西裡面取N個 就像這邊有沒有 9個數字裡面取三個 所以我們怎麼寫 我們寫的是p9取三個 然後呢 然後呢 接下來是p9取三的意思是什麼東西呢 指的是9接去除以9-3接 聽懂嗎 這是新的符號喔 接下來喔 然後它是多少呢 這公式學的這邊寫給你 就是pN取言 就是N接除以N-N接 我用的是數字表現給你看 那它多少 看這邊喔 第一次講好 我講給你聽 來 9接是等於9-8-7-6-5-4-3-2-1 對 除以9-3接多少 是6接 那6接喔 6接應該是6-5-4-3-2-1 你發現上面的6-5-4-3-2-1 跟下面的6-5-4-3-2-1 跟下面的6-5-3-2-1 就幹嘛 消掉了 所以答案是9-7-8-7 跟剛剛講的一樣是完全一樣 這樣聽懂嗎 那這是一個新的符號機 下講就是排列組合裡面 我們用的是p 叫pN取言 那pN取言 那pN取言是說 N接除以N-N接 指的是 N個數字裡面 或是N個東西裡面 取N個裡面 去做排列的動作 這樣子 會啦 OK 這要做完全相應一步 好 這邊講的是 有相同的物體的直線排列的話 請問你一共幾種排列方式 他講的是說 如果有N個東西 然後有k種不同的種類 第一種有p1個 第二種有pN個 p2個 dk的pk個 然後呢 他說這些東西全部這樣 總共有N個 然後把它排成一列的排列數字 做到 答案就是 N接除以p1接 除以p2接 除以p3接 除以p3接 好 這是什麼意思 舉這個例子 這公司你已經看不懂 我舉個例子好不好 譬如說我請問你 我有3顆蘋果 兩個 兩個香蕉 好請問你 我有幾種排列方式 總共5顆 總共5顆嘛 對不對 所以原本看起來應該是5接吧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完全相異物的話 不就是 直接5乘以4乘以1嗎 所以這5個不是應該5接嗎 但現在問題 這5個裡面其中3個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要把它扣掉 怎麼扣掉呢 我們就除上3接 然後其中2個呢 又一樣 所以蜘蛛寶除上2接 我們講一樣就是扣掉 扣的意思是說 在分母的部分 就是除上它的數字的多數 所以它幾個 一樣的就除上幾接 這樣就扣掉了 這樣聽懂嗎 後來 這叫做主題 這叫做相同物體的時間排列 跟最前面的東西 完全像異物的排列 這樣會不會 OK嗎 聽懂嗎 可以齁 好